在搬遷時 可能會不小心將鬼石油帶進去 我們好像要搬新的工作室 怎麼辦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 希望你看見台遊雞孩 雞翰兒贏 雞翰兒贏 好沒錯 大家都知道最近 鬼門開來對不對 然後現在已經是鬼月了 那今天呢 我們好像最近都沒跟大家討論過就是 其實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有很多經濟不能做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比較 激進印象的經濟有哪裡 有就是晚上的時候呢 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 你絕對不能回頭 因為你的回頭 他如果錢包掉的話怎麼辦 那我可能倒退走 那你真的走了 我可能倒退走 然後都定你在拿 就是你不能這樣回頭 人家說那個什麼 人家覺得你是怪人嗎 三把火喔 不是有三把火會死掉 你可能說 像是不能靠著牆壁走 不然因為好像不能吹口罩吧 有時候橫刻會吹口罩 說不定我們現在已經贏了很多 相信觀眾前面應該也很多是養狗的人對不對 養狗養貓 那相信可能很多有養寵物養狗的人 會不會擔心 鬼月有些狗狗不能做的經濟嗎 或是狗奴不能做的經濟 就是大家可能要小心的經濟 大家知道有哪些嗎 我們現在來探討 鬼月經濟當中有沒有哪些是 跟狗狗又有相關的 然後我們先一起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那有養狗或養寵物的朋友呢 就可以一起來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沒有說一定是真的 就是民間習俗 大家可以信可以不信 看到街景而嚇到的話就是真的 OK 準備好了嗎 鬼月經濟喔 我希望說他不敢聽 他怕怕把盒子開起來了 他怕怕 欸你覺得呢 然後他在睡覺 他說看到你就是鬼月經濟 他說 然後看這邊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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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喔 一定要追蹤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常見的鬼月經濟 Let's go GO 好 現在看什麼 怪怪的 你要截抱抱是不是 現在看他後面耶 為什麼 你要截抱抱喔 他看後面啊他看什麼 不能半夜曬衣服 你蠻常做的 我沒有陽台啊 所以不穿曬衣服 會接觸到外面的地方曬衣服 說這樣的話好像 鬼會來穿你的衣服 可是 誰會想要穿暮色人的衣服 應該鬼也不會想要穿暮色人的衣服 他可以想說 因為這個style我滿喜歡 想要穿看看 阿人家穿過二手的 他就想穿啊 你會想穿二手的衣服嗎 如果再曬衣服的話 你會想過去穿那衣服 你也不會吧 喔曬衣服是不會的 對啊 這個就是大家可能可以探討的點 所以這點呢 我自己比較半信半疑 因為我自己是不會穿家二手的衣服 可以曬到一半 可能還是死了 好大家現在今晚下面留言 不能半夜慶生 那鬼月生日人 就只能在半夜慶生 午夜十二點過後不能慶生 可是有些人都會在前一天的十二點慶生 就剛剛過那十二點 最好睡就不能慶生啊 等到早上 或白天 這有什麼原因嗎 他說因為半夜的引起醉重 吹洗蠟燭的衣服 可能會撞毀 我們剛才沒講半夜曬衣服的原因 因為據說衣服的新狀 較容易吸附鬼魂在上面 吹洗蠟燭可能會撞毀 因為可能原本是明亮的嘛 然後突然鼻一變暗 然後回就過來 那如果開燈呢 開燈他就走掉了 他通常吹蠟燭的時候不是會灌燈嗎 所以那時候可能陰氣最重 因為可能陰盒一散光有陽氣 然後就跟泥巴吹起 陰氣變這種鬼就過來 結果你會過來 揍你啊 下一個是亂拍照 完了 我很常晚上戴一些衣服的時候會拍照 完蛋了 手機裡面都是 好兄弟 因為現在最近太熱嘛 所以晚上戴我們衣服 然後我就幫他們拍點照片 然後最近鬼月這幾天 我拍了很多照片 可是是不是說 是拍什麼角落會搶不一樣 他上面寫 避免網陰暗的角落拍照 可能會拍到臨界朋友 那我是不是拍到沒有臨界朋友 拍戲有電影就沒有 我待會翻他照片 如果有什麼異狀的話 我再拍機給他看 大家可以持續 那麼訂閱一下 你還沒有訂閱要記得訂閱喔 看到你就沒有訂閱 你在醜 現在是到海邊 盛船海邊 是最容易抓交替的地方 已經盡量閉 其實現在夏天不是很多人 大概不會去海邊玩 或是湖邊玩 玩水 吸水 對那其實大家要小心 有養夠的朋友就是 這個時候要小心 鬼月你不知道裡面有沒有碎鬼 還是在抓交替 他可能想要抓狗 嗯 像我們其實都 太太小弟玩水 因為玩水其實蠻危險 最高也只會去那種 虎虎室內游泳 有那種很淺的 所以如果 你有養夠的朋友啊 竟然不要去海邊啦 我覺得有點危險 尤其是在鬼月這個時候 對 而且現在很多人都會去西邊烤肉 而且最近很多新聞都說 很多人去西邊烤肉 然後 施煮溺水 不要去的話 就要注意安全 那狗狗去動物醫院 也是嗎 狗狗去動物醫院 狗狗裡面有那個狗狗的鬼魂 多少一定有嗎 因為很多狗狗可能在那邊過世 在動物醫院過世 因為醫院是陰陽交會處 容易聚集的好兄弟 所以動物醫院最好不要去囉 然後很多狗狗的狗魂在那邊 這五人人區就好有 感覺很可愛 裡面很多狗魂 所以他在那邊守護著每個狗 就是我們自己的想法啦 大家有什麼想法可以在那個下方留言 他那是買房搬家 我們好像要搬新工作室耶 怎麼辦 我們透露了 我們要換新工作室 可是我們不在鬼月搬耶 怎麼辦 怎麼辦 在搬簽時可能會不小心 將鬼室友帶進去 完了 我們要鬼室友了 這話是不是不能亂講 對 我講了 大家在鬼月的時候 可能要避免搬家吧 因為這也是大家都會講 如果我們在鬼月搬家 會再跟大家講 那我們在拍一集實測喔 究竟鬼月搬家會發生什麼事 哇我們在挑戰 故事傳說 大家想看嗎 鬼月搬家 大家想要看我們是鬼月搬家嗎 好 下方留言 希望小姐可以保佑我們 哇 我們兩個住在一起耶 等一下 等一下 希露的時候害羞不想給大家看 骷髏會保佑我們 還有Snoobie 喔 這個時候還沒有Snoobie 之後會有一集非常精彩 大家一定要看 好 下一個就是 希露最想做的事情 靠牆走路 希露最愛靠牆走路 他每次散步都很喜歡去擦牆壁 然後每次我們到一不注意就 扮成一個黑的 對啊 為什麼啊 鬼我會平常喜歡靠著牆 這樣會撞到牠 我希露就已經撞了很多鬼了 他鬼月的時候一直刷牆 哈哈 衝了 希露 你不再刷牆了啦 你要去靠牆走路了啦 這在幾天呢 真的讓希露靠著牆壁走路 他要靠牆就把牠抱起來 這就是剛剛講的吹口哨 那其實有很多人 就對狗狗吹口哨對不對 就可能叫狗回來 或是吸引普遍狗狗的主意 就會吹口哨 會會 各位 你不能亂吹口哨了 現在 口哨的頻率 临界相近 可能會引起關注 你可只是對狗吹口哨 可是你可能也同時 對好兄弟吹口哨 那他們就會 主意你這樣子 大家 鬼月的時候不要吹口哨 那個是拍人肩膀 就剛剛講 據說此舉動會滅了 保護身體的活更容易背景 真的 三把火 全部拍掉 那我會把秀都拍掉 不行 把踢拍掉 其實有時候叫人家全民 有時候也蠻沒禮貌 這個是披草散法 就是你 我封起來啦 鬼魂會以為你是他們的同類 跟你搭訕 他們都以為你是同類吧 為什麼啊 你長得像 你在吵 這個有點不合邏輯 怎麼可能會跟你搭訕 好 最後一個呢 鬼魂喝甜 莫名其妙 不能看抖音 對 光看過多下人影片 可能導致陽氣 脆弱 大家怎麼看我們抖音 我們有抖音耶 我們有抖音喔 靠腰 我們的抖音沒有在下人 所以大家可以來看 鬼月的時候不要看抖音 鬼月過完再看抖音好了 喔還有一個 就是 鬼月的時候不能玩捉迷腸 蛤 捉迷腸 我們就不能玩終極躲貓貓了 鬼月這個時候啦 那那有說為什麼嗎 因為可能你躲一躲 是在找的時候 可能會找到別的東西 好恐怖喔 我記得也是蠻常見的 禁忌之一啊 我相信看到你在有躲貓貓 他會想過來一起玩 一定是找到忍心 找到不是忍心 大家想看我們在鬼門開的時候玩躲貓貓 又可以跟他一起是不是 所以都是難受大家想看嗎 鬼門開玩躲貓貓下方留言大家想看嗎 我們現在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 好那以上呢 這幾個我們講幾點啦 要有十二十三點的 鬼月禁忌 那大家要相信哪一個呢 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或是你比較不相信哪一個 哪一個太瞎 或是大家想要看我們實測哪一個禁忌 我幫大家實測對不對 我自己覺得比較不相信 就是那個劈頭燦法啦 那個有點莫名其妙 好啦我比較膽小都相信 就可能盡量有些事情就比較鬼月 那看抖音耶 那我就這個月都不看抖音啊 以上這幾個鬼月禁忌 讓大家可以自行注意一下 那大家在鬼門關之前這段時間 鬼月啊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然後養狗狗的話 就三不說多注意 狗狗有亂叫 對空氣更加的話 也要注意一下 好啦 那像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影片 大家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然後支持我們IG喔 一定要追蹤 好那今天小弟弟就沒什麼發揮 就開始影片讓我們發揮好不好 好 好那這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大家鬼月禁忌安全喔 想看我們的鬼月禁忌 做什麼嗎 期望留言 挑戰競技的那個醜酷頻道 Google 按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